诈骗主嫌背包内装的是白衬衫跟黑西装外套 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之一 因为要找青少年假扮理财专员 就靠背包内这一套服饰 台中市警局少年队侦破 以邱姓跟詹姓主嫌为首的八人诈气集团 里面有多达五名嫌犯 等于一半以上是高中休学跟在学的未成年诈气车手 甚至有一名绰号小数的少年 在休学后染上毒瘾 直接受诈骗主嫌控制 提供毒品给同样具有吸毒吸性的旗下少年车手 吸死以及犯毒 使少年变成诈气车手 也成为少年要头实在可恶 远景搜索主嫌住处 找到了K他命案K盘 警方调查诈气犯罪是少年涉案数最高的案类 诈骗集团就是以金钱利用 或毒品控制来吸收少年 他们扮演提款 把风跟接应等角色来移转赃款 而主嫌首脑则是在远处监控整个提领过程 短短几个月 这八人小组已经骗了十多人 诈骗金额高达八百多万元 少年队规划了任府区 加强警方跟学校的联系跟宣导 提醒青少年网路上常见的求职陷阱 日领三千到五千元 诈骗犯案是累计判刑 别踏上犯罪不归路 而这回警方破获的诈骗集团 除了两名主嫌已经被羁押 少年队也鉴请法官 对这类吸收未成年的诈团成员 加重量刑 TVBS新闻李承佑洪采文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